那你这一次出现的 其实有没有 其实没有 我发誓不是 我这次因为 本来刚开始是有一个节目 就老朋友了 他很久没有见到我 来玩嘛 来玩那就顺便上我节目嘛 也好 本来我原先是想说来逛一逛 因为我一个人住太久的生活 他们很久没有来北京 也很想念北京 然后那天我就说 好吧那我来 那我说你要请我吃蒜羊肉啊 好就一来 这大家都知道了 那就很多媒体 当然包括贵民 他们都知道 然后就 那你也来我这边 好没问题 既然来了 那不如 反正我一个人 我们都是 都是随便可以在那边 爱多久就多久 无所谓的 所以来就好 好来来来就做嘛 来就来 反正玩嘛 但玩 然后也跟老朋友打个招 嗯 虽然你影子 还出现我远 以前比较稍稍脱一点 那后来是因为 这个怎么讲 以前那家旧公司是蛮多麻烦事 搞了很多 飞机大炮的事情出来 搞了后来我也很奇妙 后来我就 就不太出来做事情 就是在家里 一天跟一天不一样 我看到的是 当然我看到的是 正面 平面的要求 所以北京就是要靠 我现在这些年轻朋友 慢慢大家去把这个北京 我其实不要光说北京 我们全国的朋友 我们今天就要想办法把这个气质 跟这个素质 把它做起来 让西方人可以下一个 的美食 而北京现在我觉得 我最爱看到的是 空气的片子 我稍稍那么一点点的改善 我刚好就是来的那天 刚好沙晨包走了 因为王杰来了 沙晨包要先让一下 开玩笑了 来得很巧 所以我第二个看到的是 北京的街道开始干净了很多 然后所有的建筑物 开始漂亮 唯一我自己个人觉得 在这些娱乐圈 稍稍有一点点 好像好像还是在这么的排队在这个光 时光的后面 我希望我们娱乐圈的很多伙伴的主持人 希望你们能够找一些东西 要来看一下 不要光一个focus在一个香港的娱乐圈 所以希望所有的节目主持人以后 能够除掉这一种天王的开头 我现在先解释出什么 我对这些人 这些歌手 并没有歌 也没有什么 不喜欢他们 你们看到脸还是会长高 但是这种开头会 防害到 民情的新秀发展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说每一个人在他头上都在他自己的天空 希望以后的主持人 请歌手 你就可以说 哦我最爱的歌手 我今天要知道他来了 这谁谁谁 你都这么讲 够了 你知道我不好意思 哦 是因为现在也还是有一点那种感觉 我们欢迎 你们 你们能听说的话 打雷王 歌声 你 或者怎么样 不要再闹这种笑话 往外看到 所以真的不要再闹这种笑话 就是在现在笑了很久 我们香港这种 他以后 就被老了笑了 学了很多 只是 你只要把这种 在这里 忘了他 喜欢哪一个歌手 就喜欢 不是要去办法 灌 封号 因为这种封号 就像香港 就是因为太喜欢这种封号 所以香港的乐坛 就垮掉 没想到 然后 后来 我 实际上